八卦之母金星和他的搞怪搭档沈南来势汹汹 公然在节目上首思各路明星 金星再次点名吐槽范冰演技差 甚至放言范冰冰如果只是接广告的话 永远只是个小金锁 首思女王金星和范冰冰的恩怨可谓说是由来已久 先是金星在节目中炮轰范冰冰没有代表作 只是接广告和炒作 还在微博上称呼范冰冰为谋坦性大马其粉丝 范冰冰规避陈丽智在微博反击金星 除了性别和舌头以外 也别无代表作了 引发了金星粉丝也加入了战局 后来两人在班校典礼上握手拥抱 范冰冰还公开表示一定会去金星秀做红沙发 这场首思大战才算是落下了帷幕 然而此次在范局 金星火力全开 三度向范冰演技开火 大方承认当时首思范冰冰就是认为对方演技太差 还说范冰冰广告接再多也只能是个小金锁 尺度之大 令得搭档沈南真的是提心吊胆求饶 酷酥着跟着金星上节目太不好混 火药味太浓了 难道金星和范冰冰的恩怨并未平息吗 难道金星不合包 颜还在今世质有三位 颜曼 颜值了 颜值了